那在這邊呢 也要來跟大家介紹我們今天閨蜜之夜 特別邀請到的來賓 也是我們天母的好朋友 曾剛畢業於我們台北獅禮大學 然後在全國女子錦標賽 拿下安利盃冠軍的江水晉選手 那江水晉選手呢 自民權國中在國中時期 就接受了專業的撞球訓練 那到了復興高中 也參與了我們國手 台灣國家隊的選拔 自2019年開始 每一年都有參與國際賽事 屢屢都有相當優異的表現 所以一起掌聲歡迎我們 今天我們天母的好閨蜜 江水晉選手 來到我們投手球前掌聲歡迎 是的 除了參與過各大的賽事 也參與過節目 木曜式超玩的一日系列 展現出專業的球技 以及全粉萬人的甜美笑容 那顏值以及活力的擔當 絕對非他莫屬 好的 那麼 江水晉選手已經來到了 我們投手球前 那現在來進行簡單的訪問 好 那首先 要來訪問一下我們江水晉選手 那在運動生涯的過程中 一直以來是什麼樣的信念 以及動力 讓你支撐到現在 讓你有這麼好的表現呢 來跟現場的球員朋友們分享一下 對我來說我覺得 我作為一個選手沒有什麼低潮 那就是 因為上低落的狀況出現的時候 又是 我又要再進步再往上 所以這股信念可以一直支持著我 繼續走下去 是的 沒有低潮 就是拿出最強大的自信 並且努力的持續向上 讓自己可以一直有 非常好的狀態 好的 那麼 這邊也要來訪問一下 第二個問題 就是呢 今天是第一次 我們江水晉選手 第一次以開球嘉賓的身分 來到天母棒球場開球 那現在以不一樣的身分 是投手的身分 有什麼樣的不一樣的感受 來跟現場的大家分享一下 就有點緊張 然後也有點興奮 因為我是北施大的學生嘛 然後我每天都會經過這裡 然後今天非常榮幸 也非常開心 可以用這個開球嘉賓的身分 來這邊可以跟大家共襄身舉這樣 好的 那這邊跟現場的球員朋友們 偷偷的說一下 這個江水晉選手的時候 他現在很緊張 第一次站上投手球 這個我個人是不太相信 因為剛剛看他在場邊練投 投得非常的有氣勢 各位可以來一起欣賞一下 好的 那麼現在就要來開始 我們今天的開球儀式 那麼我們今天的開球捕手 特別有請我們拳雷島王 大師兄林志盛 一起掌聲歡迎大師兄林志盛 來到我們捕手的位置 以及也有請我們的主神威弟 來到我們主神的位置 是的 好的 那現在就要來展現我們 超強沒有低潮的氣勢了 準備好 倒數 三 二 一 請投出 好 加油 OK 好的 謝謝江水晉選手 謝謝志盛 來 我們一起來移動到我們投手球前 來進行一張大合影 OK 好的 讓我們一起來看上前方的媒體同仁 好 來幫我比出一個W的姿勢 OK 好的 謝謝 那也有請志盛可以先回到我們 休息室來進行賽前的準備 也有請我們江水晉選手 可以來到我們的休息區 來稍作休息